盘点年过40至今未婚的6位央视主持人 各个才华横溢却至今单身 有人62岁吃块雪糕惨遭炮轰 有人为家人舍弃自己幸福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6位主持人都是谁吧 第6位 张鸿敏 张鸿敏1982年踏入央视 坚守32年主持新闻联播节目 打破零失误的记录 然而张鸿敏已经迈入了62岁的高龄 却仍然未婚 这点一度引发众多粉丝的担忧 但显为人知的是 他曾经经历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爱情 年轻时 张鸿敏去拜访一位教师 意外邂逅了一位比他年轻5岁的师妹 在几次相遇后 两人之间迸发出了爱情的火化 然而 张鸿敏的繁忙工作生活 使得他的恋爱与常人截然不同 常常在约会时 他会突然被新闻突发事件召回电视台 最终 这段爱情走向了分手 张鸿敏和小师妹的缘分宣告终结 自那以后 张鸿敏在为涉足感情的河流 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广播主持事业 然而 退休后 他竟然成为了一些网友口中的失败者 在2022年的某一天 一段张鸿敏坐在长椅上吃冰淇淋的短视频疯传 伴随着文字 昔日的电视一哥 已经年届六十 却孤独坐在街头 无儿无女 这条帖子一经曝光 立刻引起了争议 一些人认为他的生活是一片失败 然而 张鸿敏对此不以为意 他选择保持沉默 反而 许多网友站出来 愤怒地反击那些狭隘言论的发表者 因为他们深知 生活的真正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婚姻和子嗣 如今的张鸿敏依然活力肆意 投身各种活动和事业 陪伴年迈的父母 还在电视广播员主持人业务指导委员会担任培训工作 过着充实而美好的生活 第五位 欧阳夏丹 欧阳夏丹当年在上海卫视展露头角 央视高层看中了他的才华 向他伸出橄榄枝 虽然激动 但也被跳槽到央视这个巨大的挑战而犹豫 然而 他坚信只有在压力环境下才能激发潜力 于是他毅然辞去电台工作 前往北京 欧阳夏丹已积累五年播音经验 但坐在央视播音厅时依然紧张 他最初主持电台经济节目 第一时间 虽然不太适应新环境 但每次开机录制都全身心投入 确保完美播报 他的敬业精神让他三年内蝉联十家主持人 2011年 他成为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一次街头采访中 观众投票将他评为第二受欢迎的女主持人 然而他突然从央视消失了 人们猜测他可能犯了错 或是因结婚生子选择回归家庭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的母亲患上乳腺癌 他放下职业 全心照顾母亲 如今 他已年过四十 仍然是单身 他坚信母亲的健康胜过一切 成功和家庭美满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陪伴母亲才是最重要的 谈点今未婚的六位央视主持人 各个年过四十却至今单身 第四位 李子萌 李子萌 年轻而充满活力 毕业后迅速进入央视 主持国际时讯 尽管主持经验不多 但他的成熟内心和出色思维能力 让他迅速崭露头角 节目收视率大幅提升 几年后 他与备受瞩目的 国脸康辉搭档主持 新闻联播 未满三十岁 他毫不犹豫地戴上专业头套 呈现成熟妆容 职业态度严谨 尽管在荧幕前他显得严肃 但私下里 李子萌是一个幽默风趣的女孩 常和同事开玩笑 他得到台里众人的喜爱 不少人想为他牵线搭桥 他也见过几位有趣的人 但总是因工作繁忙而无法安排约会 最终重新单身 年岁增长 他不再急于相亲或琢磨对方是否有意 他享受生活 无论是否有恋人 是否结婚 都顺其自然 他钟爱自由自在地生活 2016年 他被誉为最佳主持人 观众评选为央视最受喜爱的新人 如今 已46岁的李子萌不仅在职场蓬勃发展 还积极参与社会爱心活动 为社会献出一份爱心 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性 在职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散发着光彩 第三位 王冠 王冠因其出众的才华 而被东方卫视挖来担任主持工作 在这个新的职位上 与曹可凡携手合作 曹可凡 一位电视圈的资深名将 主持经验丰富 业务能力出色 他对王冠的才华赞赏有加 毫不犹豫地将他引入东方卫视的大家庭 两位主持人迅速展开了紧密的合作 共同主持了备受瞩目的武林大会等节目 收获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些节目不仅获得了高收视率 还成为电视台的品牌节目之一 尽管两人的关系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他们的默契合作和卓越表现 博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由于出色的表现 王冠后来被调到了央视工作 在这个阶段 他与李勇成为了同台搭档 一同主持了多个备受欢迎的节目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卓越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虽然他们的合作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这段佳话成为了电视界的传奇 深深映刻在人们的心中 然而 王冠的突然隐退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尽管外界满是猜测 他一直保持着内外一致的 轻者自轻的态度 尽管不再在央视工作 他过着宁静的生活 不时以主持人的身份亮相在舞台上 他的回归重新吸引了观众的瞩目 他在一个节目中表达了对婚姻的渴望 虽然没有公开透露感情状况 但他明显渴望建立自己的家庭 如今 40岁的王冠仍然单身 都已经年过40 但至今都还未成交 还没做出经la través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